今天复兴航空发生重大的空难事故 民航局也表示依照规定复兴航空将会被停止分配国际航权一年 而复兴航空难是继华航2002年5月25号 澎湖空难造成225人离难之后 国内另外一起重大空难 当年华航失事赔偿金跟慰问金还有三藏补助费 每位乘客赔偿了1425万元 创下空难的理赔天价 预期今天这一期复航的空难理赔 恐怕金额会再创新天价 提供给您这样的消息